我们戴手套请他这样子拿 直接这样喷嚣了啊 遇到病患拿着快塞试剂要判痒性 卫生所主任兼医师拿出了篮子承接健保卡 喷酒精消毒 这是最新的SOP 因为女子po文控诉 说23号上午 被要求到卫生所现场判痒 她自行站离工作人员一米远 还被呵斥站远一点 而医生让她拿着健保卡 及快塞卡夹拍照之后 让她听到最怀疑人生的话 就是把健保卡丢地上 医生再拿出酒精来消毒 让她感到十分委屈 主任表示因为拍照核对健保卡 都是她一手包办 当天还有幼童打疫苗等各种业务一起涌入 为了避免民众酒后 原本叛阳的流程 就直接请民众把健保卡摆地上 消毒后赶紧作业 她坦诚错在没跟民众解释清楚 引发误解 她说检讨后已经三度打电话 向女子道歉 并且依照女子的建议 拿出塑胶盒子来承接 避免让人感觉不受尊重 其实连着四季疫苗 都在卫生所施打的民众 对于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 似乎还颇为满意 怎么样 很顺利啊 没什么问题啊 很好 负责 确诊的惊慌与愧疚 让病人特别脆弱 对于旁人的眼光与对待更是敏感 医病关系需要彼此多一点同理心 TVBS新闻叶凤达 屏东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